今集會帶大家去全日本最大的Pokemon旗艦店 有些產品仍在地區限定 去食平民級的迴轉壽司 食物質素有驚喜 我最愛之一的日式手工漢堡 店面細細又便宜又好吃 還有這個旅程最豪華的一餐蟹工船 看格局就知道它不簡單 一連五集東京之旅Vlog最後一集馬上出發 幫我監察一下 找回後飯器 還要搭載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前段很重要 我便宜苦啊 我也不說 吃飯 頰到爬 兄弟說這麼快就來到第五天 今天早了一點起床 吃飯前還有時間去行鎮街 第一站是遲代的Paco百貨公司 主要是賣衣服和一些流行文化商品 對遊客來說最大賣點是開得早 早上10時開門 這個時間很多街鋪其實都還未開 好像我今天早了一點起床 吃飯前就可以KO做一個景點 時間就見了很多 這裡有200多間商店 其中有很多是女性流行日系品牌 女觀眾記得按下地址過來逛逛 今天的午餐沒有一早安排去哪間餐廳 剛好經過這間回轉壽司店就進去試一試 回轉壽司在日本是平民食品 但平民得來都不是給你垃圾吃的 餐廳依然對食物質素有一份執著 魚生是足地市場每日直送 原條的魚去到店內現湯 壽司飯一定是店內現煮 至於壽司當然是師傅在店內即場手握 價錢說到是平民級 當然不會像湯魚般湯到你一頸血 兩個師傅招呼全場這麼多客人忙到沒有停手 很辛苦的 但壽司全部都很有心機做到漂亮一漂亮 還一路工作一路很有笑容和禮貌 這些就叫做代客之道 其實全世界很多人都認識 不用劉德華教的 不過如果劉德華教員都還不明白 還會說自己人工低工時長所以是交這麼多貨 那就只能夠怪香港的教育制度 為什麼呢?因為千錯萬錯都是社會的錯 逛逛逛頸渴見到這間台灣的春水湯 之前去台灣也喝過幾次 這間店舖據聞是第一間店舖發明珍珠奶茶 這杯珍珠奶茶連稅是要求540日圓 比香港非常貴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尺寸 是很小杯的 非常甜 比在香港或台灣喝很多 不過它的茶味都很濃的 那個味道其實在台灣喝珠珠珠和差不多 下週我們就去了新宿逛街 主要都是逛百貨公司 這邊有幾棟0101有排行 在這裏有一間shop 專賣B女公仔的周邊 有飾品、記事簿、公仔衫等等 其實我老婆都有玩開公仔 不過就不是主打B女 是玩BJD 話是說過幾天就是香港蛙展 有沒有觀眾會去? 然後就走到附近的0101man 現在日本的零售業都很著重遊客生意 除了有得退稅 有很多卡還額外有折 每次來日本shopping 都有點羨慕日本的男性 可以有成棟百貨公司 都是賣男人東西 牌子、款式選擇非常多 在香港不要說成棟百貨公司 走進去大部分的束食時裝店 藍莊部永遠只有一個很小的area 款式又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 好像全香港只有幾個style 不過沒辦法 香港生活成本這麼高 三副鞋物這些東西太奢侈了 都是金袍、瑞士錶這些日用品 適合香港人多些 剛剛就在新宿坐了幾個站JR 來到遊樂町站 我就預約了7點在這邊吃飯 現在還有幾個字 我首先走一走去附近 找了餐廳的location 今晚預約這間餐廳叫做蟹公船 顧名思義就是專吃蟹 當中以無蟹皇帝蟹為主 另外亦有提供山形牛 烹調方法 除了有懷石料理 亦可以選擇shabu-shabu 我上網看資料 說這間餐廳不招待小朋友 一家大小的觀眾如果有興趣想來試 就最好自己再查清楚 這間餐廳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很黑 大約好像海洋公園哈佬衛的鬼屋 不是誇張 我之前做事去拍過哈佬衛所有的鬼屋 真的差不多這麼黑 所以坐下來之後 亦有跟餐廳溝通 打了一點燈來拍攝 試試一個前菜 這是豆腐 這個豆腐和我們普通吃的黃豆豆腐是不同的 剛才我問過店員 用簡單的英文和我解釋過 就是他混了另外一些豆 他也說不出是什麼豆 但我估計可能是碗豆用來的 所以質地上 不像平時的豆腐很滑那種 因為平時的豆腐吃下去 你會覺得豆腐是很稀很削的 他這個因為加了另外一些豆腐 所以那個豆腐是實一點 稠一點 其實吃下去就會有一種很綿密的感覺 接著就試一試它的刺身拼盤 我和太太就點了兩個不同的餐 一份會有五種不同的海鮮 另外一份會有六種不同的海鮮 其實兩份拼盤的分別不大 不過其中一份會有海膽 超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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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的蟹刺身沒什麼好神奇 講明今餐是專食蟹的 現在是主角出場了 這個是無蟹來的 我們點了兩個餐 其中一個餐是有半隻 另外一個餐是有一隻的 其實為什麼每次來日本都會吃一餐蟹呢 是因為在日本吃蟹的享受 在香港是很難找到的 蟹就很好吃 很多人都喜歡吃 但其實很多人都怕麻煩 很難剝殼 在日本吃蟹 你真的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是不需要自己剝殼的 他們做的很多菜式 都會預先幫你把蟹肉拆出來 今天這間餐廳都不例外 你看看吃無蟹 全隻蟹的蟹肉已經幫你起了 吃了一點點蟹肉 我就試一試它的蟹蓋 試一下蟹膏 蟹蓋的蟹膏很好吃 很鮮甜 蟹膏的味道已經濃郁到 什麼都不需要加 我覺得不需要點任何的東西 今晚這間餐廳叫做蟹公船 其實我近年來日本玩 每一次都會安排一頓飯 是去這一類的餐廳專吃蟹的 原因是因為我太太很喜歡吃日式烹調的蟹 今天我和太太各自點了一個一人的套餐 大概一個是11,000日圓 另外一個是14,000日圓 如果吃午餐的話 其實幾千日圓都有交易 所以如果大家 例如說我不是很大吃的 或者我只是想來感受一下 這裡的裝修環境 其實在這裡吃午餐會比較便宜 剛剛來多了兩道菜 這兩道菜都是蔬菜 不過煮法不同 這個就是汁煮的 另外一個就是用紅酒醋醃 現在我正在吃汁煮的 裡面有幾本不同的蔬菜 包括有些秋葵 山羊 紅蘿蔔 然後我們試試這個 用紅酒醋醃的菜式 目測我看到它有些紅椒 黃椒 粟米仔 另外有一個是綠色的蔬菜 但我看不出是什麼 因為它已經切到很小顆 而且在底部 我看到有一塊 我想應該是一些旁類的海鮮 它不是直接放一些蔬菜 它是煮過的 就是類似法式的蔬菜凍的做法 面上有些啫喱 如果可以的話 麻煩你 麻煩你 你不喜歡嗎 我真的沒有辦法 那這個蔬菜 很難吃 很難吃 你吃一顆蔬菜 很難吃 吃了一顆 很難吃 很難吃 再一次證明 口味這東西 真的很過人 其實就好像吃榴槤 吃苦瓜 有些人喜歡的 就很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就怕了這兩樣 剛剛那個紅酒醋 做的菜式 其實我太太一試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這個好吃 但我一放進口 我的反應就是 嘩 我覺得不可以 所以其實真的 食物是很個人 很主觀的 有時候我說一件好吃 其實我不預期 所有觀眾看完之後 都要覺得好吃 相反 有些東西我說不好吃 其實可能只是我自己 個人的問題 其實可能你們吃 會覺得好吃 吃完兩個小吃 我們再吃蟹 這次這個就不是無蟹 這個是皇帝蟹 雖然都是皇帝蟹 但兩個套餐的做法不同 其中一個套餐 它就叫做皇帝蟹的扒 話說是扒 其實就是兩粒小小的皇帝蟹肉 然後加上其他蔬菜 一起去煮一個煲 好像一個煲仔菜 另外那個就叫做焗皇帝蟹 其實它的份量就是一隻大的蟹腳 兩碟蟹的烹調方法就完全不同 但它們跟著的醬汁是一模一樣的 兩個都是一個芝麻汁 如果以這兩樣東西來說 我就喜歡吃那個煲仔菜 比較便宜的皇帝蟹 我覺得那個比較好吃 它是放了洋蔥去墊底 然後面後又放了一些日本的大蔥 當它整個煲一起煮的時候 洋蔥和大蔥的香味 會滲到它的蟹肉 令蟹肉超級香 然後它的調味做得非常簡單 明顯地吃到它是加了一些鹽 是有一種很單純的鹽的味道 反而那個鹹鹹的調出了蟹肉的鮮味 我覺得這個煲仔菜是好吃的 然後就上了壽司 便宜一點的那個餐 就是一塊熟的蟹肉壽司 再加一塊生的蟹肉壽司 即是刺身的壽司 如果是貴一點的那個餐 就是兩塊刺身壽司 那塊飯無論是溫度 它的密度 它的濕度 它的濕度 以及它的味道 都是掌握得非常好的 然後就試一試它最後那碗湯 它這碗湯就不是清湯來的 因為我去過其他專門吃蟹的餐廳 它的蟹湯是玩清湯 你會喝到那個清甜的 但這碗蟹湯就不是清湯來的 其實是麵糞湯來的 麵糞味都挺濃的 所以其實已經搶了蟹肉的鮮味 其實你不太喝到蟹肉的味道 就好像喝一碗普通的麵糞湯 如果以這間餐廳的水平來說 我就覺得這碗麵糞湯是比較差一點 不是說它的麵糞湯 或者它的麵糞不好味 而是在這個餐的配搭上面 我會覺得清湯是比麵糞湯優勝的 給大家看一看 它最後的照片就是這個 餐牌就寫的是甜品 原來就是三粒水果 這碟水果我就不說了 講一下整餐飯的總結 這間這麼有名的專食蟹餐廳 做出來的東西是好吃的 絕對是高分的 如果來這裡吃飯 對大部分人來說 應該都是滿足吃得開心的那一隻 但看它的價錢 1萬多日圓一個人 說真一句 我覺得它的食物質素 其實還未去到這個價錢 簡單來說 真的不是很划算 不需要和很多其他餐廳比較 說回香港人都很熟悉的蟹道諾 蟹道諾的價錢便宜一段 食物質素方面 不要說近似 其實我覺得蟹道諾的部分菜式 是做得比今天這一間更出色更好吃的 對我來說蟹道諾是有贏沒有輸的 即是說這裡大概有一半的食物 和蟹道諾差不多 剩下一半的話 是蟹道諾贏這一邊的 如果價錢又是蟹道諾便宜 過這裡的話 我想大家觀眾應該都會選擇 但這間餐廳當然也不是無可取之處 它的環境和它的服務 是優質過蟹道諾 以及很多很多很多日本餐廳 來這裡是吃環境吃服務 食物的話也算是高分中上 但要預算你付的錢 就不是全部在食物那裡 而是去了很多環境和服務 來之前看天氣報告 本來說其實這個星期是有機會下雨 比較好幸運前幾天一直沒有雨 那今天是last day 就是今天才開始下出微微小雨 現在你看到很多人在擔傘 那都幾好彩 因為其實我們走多一會都去吃東西 然後就去機場 所以整個星期都是很好天氣 昨晚吃的那間餐廳 那間餐廳就有一半半了 不算很划算 所以昨晚一回到酒店 就馬上再做功課 就選擇一下今天下午吃 就來了池袋這間專食看寶牌的店 這間餐廳很小 只有十幾個位置 餐牌就只得日文 代表他們平時都是做本地人生意為主 我們就看圖食店 就適自點了兩個餐 日式漢堡都是我的favorite之一 其實我就喜歡日式漢堡 多過傳統美式漢堡 這間三鋪 主打自製手作漢堡扒 我在外面看入廚房 見到師傅真的有order 才即場拆舊漢堡扒 肉軟滑多汁 不會粗糙又不會太油膩 欠到好處 加上多種醬汁可以選送飯一流 這間專食漢堡肉的小店 真心推介 這間專食漢堡肉的小店 整間店是小小的 兩個人工作 一個做樓面 一個做廚房 漢堡肉很好吃 好像在吃一塊很貴的漢堡肉 但其實價錢是非常抵 我剛剛吃的漢堡小店 就在我身後 這一塊大廈來的 我們走出來駐火灣 這邊就是Sunshine City 另一個購物熱點 Sunshine City其實是很大的 還有展望台、水族館等等的設施 不過我們很快就夠時間搭飛機 只能夠到此一游 順便說說這裡是有油谷的 如果住遲代買了很多東西 想包裝回香港 可以過來這裡寄 跟很多百貨公司一樣 這裡有女裝、男裝、雜貨、化妝品 什麼都可以賣 但我們今天來是有目標的 只是為了一間商店 Pokemon 沒錯 就是它了 Pokemon當然不是我的童年回憶 不過我侄仔喜歡 故意過來買手信給它 這間專門店 是全日本最大的旗艦店 有很多比卡超的產品賣 有些還是地區限定 只是東京才可以賣 如果不懂得分哪些是好東西 很簡單 看價錢牌就可以了 分了藍、黃、紅三種顏色 紅色彩的就是地區限定 比卡比卡 時間差不多了 現在就要回酒店拿行李 接著就出發去城田機場 搭飛機回香港了 這麼快就來到日武里這個Skyliner站了 現在是下午的點半鐘 計算時間 一會兒去到機場的check in 和入閘就應該剛剛好 所以一會兒去到機場 應該都沒有時間和大家拍片 再說再見 一連幾集的東京之旅Vlog 就講到這裡 回到香港繼續和大家有碗話碗 下條片見 拜拜 六日五夜東京之旅出了五條片 如果未看完可以在下面info box找到連結 如果五集都看完 我除了說聲多謝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Youtube上面有千千萬萬的channel 旅遊Vlog更加是多到阿媽都不認得 各位觀眾肯抽時間看完這麼多集 我真是超級感激 拍旅遊Vlog來說我都算是新手 有些什麼地方拍得不夠好 希望下次可以再拍好些 今次就講到這裡 看完記得讚好、留言、訂閱 下次見,拜拜